郑思维黄亚琼惊险逆转 李诗峰渐入佳境 顺利进8强 北京时间3月16日晚间 2023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继续进行16强的争夺战 在刚刚结束的混双和南丹的比赛中 国语军达到预期 顺利晋级8强 郑思维黄亚琼vs李金锡吴指柔 今天这场对决进行的异常激烈 郑思维黄亚琼第一局比赛落后 对手气势很盛 连贯性非常好 郑思维黄亚琼比赛中有些断线 事物较多 第一局被对手打成20比22 第二局比赛 郑思维黄亚琼调整了状态 减少了失误 同时加强往前的控制和防守 不与对手拼速度 而是主打攻防 受到了一定的效果 最终 这一局以21比14扳回一局 比赛来到决胜局 双方倒渴望拿下这场比赛 打得非常顽强 比分始终没有拉开 直到的比赛的局末阶段 郑思维黄亚琼才依靠关键分的优势 以21比18拿下比赛 李世锋vs赵俊鹏 最近一段时间 李世锋的状态非常好 在德国公开赛打进了决赛 虽然遗憾屈居亚军 但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进步 比赛来到全英赛后 面对老大哥赵俊鹏 李世锋依然打得得新一手 无论是回球还是进攻 展现了不俗的状态 最终两局比赛结束 李世锋分别以21比9 21比17 经过今晚的比赛 可以说国语男单组 目前状态最好的就是李世锋 期待他在后面的比赛中 继续有出色的发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